哈喽大家好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涛 然后我现在在车上准备要去看秀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因为刚才下来的时候 等电梯啊 然后放我的双手了 好久不见 对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还是在米兰 现在一个礼拜了吧 有没有一个礼拜 好美啊 谢谢 谢谢 我看到今天我发微博 然后昨天晚上 在夕阳的时候 拍了一些还不错的照片 然后连夜就 准备好了 发给大家 然后我也看到好多人 都还挺喜欢这些照片的 确实是跟我以前的感觉 是有一点不一样 就可能现在整个人会特别放松 以前拍照呢 就会觉得有种特别摆拍的感觉 现在就很随意 还是比较 我看好 我觉得我还要把自己拿着 自己拿着比较好 这样子 它还能再变长一点 不好意思啊 就这么长了 就是最长了 OK 好 好 走 我看一下 是不是有点卡 吃饭了 我刚才我们打包的 吃的米粉 依然是吃米粉 依然是吃米粉 留一点点卡 是有点卡 现在 现在 一点点卡 是有点卡 现在 现在 桌上跟大家聊一聊 我好像现在听到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 你是怎么变得越来越好看的 你 那么 那么简单就告诉你们答案了吗 卡没了 真的那么卡吗 还好 其实很简单 说实话 就是还是要运动 我觉得这是 请大家不要给我发这种漂亮的 什么小气球 小星星 它很挡我的脸 什么花花礼物什么的 我拒绝一切的礼物 别刷礼物 刷礼物的话会看不到 看不到人 卡地震了 有那么卡吗 你没有 那你的信号怎么会这么好 你的流量都快被用完了吧 想看Vlog 其实 Vlog很简单啊 但是我们就是每天出的 物料出的有点快 所以Vlog 我觉得你们就自己去做吧 想怎么剪怎么剪 然后剪出一个 每一版都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样不是更好吗 有人要祝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特别爱祝别人生日快乐 拍了很多的存货 还好吧 其实每天我看也会有一些 在街上拍的时候会有一些路透啊 就我还没有 就工作还没有完呢 然后这照片就已经被发出去了 好吧 不要再让我祝你们生日快乐了 因为我觉得 我在这里祝所有人生日快乐 不管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我都要祝你们生日快乐 下次直播是什么时候啊 下次还那么着急吗 不用那么着急吧 字都挡住了脸 现在不挡了 OK 姐姐看到就比一个新 妆容比较好看 其实还是会去晚上睡觉之前 会敷一敷面膜 出出汗 还有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心情比较好 很重要 时差 实话说会有一点 到 就是这边要吃晚饭的时候 就会开始有点犯困 但是射牛的粉丝把你吓到了 还好吧 谁能够把我吓到呢 我这是一个胆特大的人 只是觉得 叫的确实声音有点大 多拍杂志 对我们明天后天会拍杂志 我们在米兰有拍一本杂志封面 然后在巴黎明天 我们还会拍杂志的封面 耳朵上的耳环很重吧 你太聪明了 其实还好 但是因为我的耳垂比较大 所以承受重量的这个能力会更强一点 然后我还带了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是 对一个T的字母 看一下 你看到了吗 这个字母上面还有一个小石头 这个小石头是 代表重生的意思 它叫什么石来着 虎眼 虎眼 说这个虎眼的这个石头 是代表重生 哇 T是代表 涛涛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 不要想多了 口红是什么色号 口红今天还是用 Mark打的底 然后上面是有一个 爱马仕的这个眉红色 是多少号来 是45 还是 就我以前经常用的那个色号 我之前不是拍了一个视频 就是专门介绍口红色号的吗 我其实用的口红色号 大部分的都是在那里面选的 那真的是我精挑戏选的 然后我做成了这个口红盘 我就拿出来了 所以我也不记得到底是什么号 但是 就我之前拍的那个视频里边都有 然后这个 这个蓝色 蓝色也是这个 是爱马仕的一个蓝 是宝石蓝 挺好看的 关键是什么 关键它不太容易掉 因为我不太喜欢去做这个胶的支架 我还是比较喜欢图支架 这样换的比较快 然后这个支架油就是 能维持时间还挺长的 基本不会怎么掉 有很多其他买的支架油 可能三五天就开始有一种 就是这种破碎感 就是必须得卸掉 不卸不行的那种 做自己的光什么时候剥啊 现在还不知道 我希望如果能够再上半年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 都没来得及 实话说都是去工作 在工作的时候 就像我们昨天去这个老佛爷那儿工作 拍一些东西 然后就直接在那栋楼的那个 一栋卖吃的那个楼里面 就随便找了一个家 就坐下来就吃了 会有访谈吗 等一下秀后会有一些采访 会有好几个采访 我想喝一口水 谢谢 来帮我打开一下吧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喝水 你给我吧 我把它 我就 叫什么 不要去植入这个水 谢谢 照顾好 你们也照顾好自己 这两天 实话说蛮冷的 今天稍微好一点 有点太阳 刚来的时候真的有种 就是冷到 就头要炸了的冷 你知道吗 就冷成这个样子 久违的直播 是哦 快 差不多 我觉得这种直播其实挺轻松的 就纯属 聊聊天嘛 也没有什么 其实说实话 我没什么特别想说的 就觉得 漂漂亮亮的 跟大家见个面吧 我看一下 看到我就眨眨眨眼 多拨几次 其实多拨几次也没必要吧 看心情吧 我觉得 姐姐姐的手很好看 还可以吧 我的手是比较长 对 就是 我的手是属于 就是 比如说跟男孩要比手大 我觉得我的手 比很多人的手都要大 然后 而且手特别长 我的手就那种长到可以 就到膝盖的那种 你知道吗 就在侧面的时候 就特别长 想你了怎么办 想我了 随时到微博来看我呀 我经常发一发东西 然后可以去 看看我的作品 今天这个太阳 真的还不错 我希望一会 下车的时候会暖和一点 不会那么的冷 放在这 确实好多字挡我的脸 我现在在用控制一下 怎么能够不挡我的脸 想干嘛 你不用帮我拿着 谢谢 对 这样就好了 就是低一点就好了 对 现在在哪里啊 现在在巴黎 在哪条路上 我也不知道 之后的工作是什么 人家有问 你开美颜了吧 开美颜了吧 没有 没有吗 我觉得你肯定开了 没有吗 一点点磨 磨皮 磨皮 磨什么皮 是吗 他说他没有 他说他没有加 没有开美颜 但他说他加了一点点磨皮 磨什么皮 有什么必要 如果磨皮没有的话会什么样 就是会很黑吗 就是会吗 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没有光吗 管他呢 好看就行 对对对 巴黎好玩还是米兰好玩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米兰感觉就是更 更 街道都更窄一些吧 然后看设计会比较多 巴黎呢 是看各种展 就他整个的感觉是更大 大一些的感觉 就是 你站在这个街头 就米兰呢 你会说就这样走一走 但是在巴黎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走 走过一个地方 又会是一个很古老的建筑 然后呢 又会有一些 很美的艺术馆 展览馆 就我觉得 巴黎会更有艺术之都的感觉 更浪漫一些 米兰呢 它就是一个设计之都 而且你会经常走着走着 就会看到一些 很好的一些家居店 那么在巴黎 你可能走着走着 就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小古董店呀 或者一些 很大的一些 艺术馆 就我觉得会有点不一样 但实话说 我其实 每天都在工作 我也没有真的 就很有时间 或者闲下来 去逛一逛 就像每一个来巴黎的人一样 说 搜一搜 有什么地方可逛的 我们去逛一逛 其实都还没有这个 其实每一次都一样 你知道吗 就对我们来讲 每一次 只要出来都是 不停地拍片 不停地拍照片 不停地看 看秀 都觉得自己时间 特别不够用 还有祝你中考顺利 中考高考都顺利 鼻子好美 是吗 还行吧 今年一定要来梅州岛看看 好呀 在国内有什么活动吗 现在 还不知道 回来再说吧 我好自律啊 还可以 还可以 我也觉得还可以 你要说自律的话 我还真的 我还挺 觉得自己 这一点做的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这点 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 到最后其实都是在为你自己去积累 然后所有最好的状态也会回馈给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不自律 一定要自律 自律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 看看 下次 哇 你们的这个字太快了 想听唱歌啊 我唱歌也就那样吧 也没那么 就还好吧 我觉得其实好多人唱的也都比我好 因为人太多 唱歌 唱什么 你想听什么 现在开始滔滔点歌台 唱什么歌 客栈还拍不拍 我也不知道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动静吧 或者有动静没有告诉我 也有可能 说不出口 亲密爱人 一生何求 哇 你们这些歌都是一些 哎呦我 讲什么唱了好久的老歌啊 我没此讲我不会唱 但是我有我有听过那么两句 就是大家都会唱的那两句 怎么唱的来着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我梅子江 是吗 是吧还有一句叫什么来着 我唱歌 我唱过你嘴角 什么味道 薄荷味道 哦对对对 什么味道 嘴 是嘴角吗 不是嘴角是吧 嘴唇 是嘴角吗 天呐 我就说我不会唱吧 等会儿 我等我去搜一下 我好好学一下 你浅浅的微笑 就像舞梅子江 我尝过你嘴 什么 我尝过你 是要高一点的 嘴角 薄荷味道 我学一学再来吧 这个是我怎么 就是 就听人家放过 但是 就这两句好像反复总会听到 但是我没学 我尝了你嘴角唇膏 薄荷味道 这么长的词啊 我尝了你嘴角唇膏薄荷味道 是这样吗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这首歌好听的 日情中 有个我们 其实有时候唱唱歌挺开心的 就也是一种放松 有的时候呢 就说运动可以放松 或者说喝杯茶 喝杯咖啡可以放松 但有时候就这样哼哼 歌也挺放松的 而且还会有一种 就还挺开心的 我觉得 虽然也唱得不怎么样 也不太会唱吧 我们现在是停在哪了 是快 是快到了是吗 我们 我们要几点钟到哪 还有十分钟 OK 还能跟大家聊十分钟 我就要下车了 因为 我们的秀是 这边的时间两点开始 一点四十五 我们要进场 所以还有十分钟 为你握手冷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有人问我是与非 说是与非 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 若是爱意不可为 明白说吧 无所谓 何必管我 就不记得歌词了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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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谁也不给 我是 真的放下往事 滚踏过去 有多美 不记得了 就随便哼两句吧 什么时候回南昌 我不是刚去南昌拍完了 滕王阁的那首歌吗 那首歌其实好像听过的人 不太多对不对 因为那只是在一个节目里 我好像这个字又挡脸了 我要怎么样才能让它不挡脸 这样 这样可以吧 我后面有一条红裙子 看一下 红裙子里面还有一件白衬衫 看见吗 你要给我歌词 我现在就是 比较恍惚 记不住歌词 你要给我个歌词 我正儿八经给大家唱首歌 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就看想唱什么 还会唱啥 其实我觉得我会唱的歌还挺多的 但都是些 可能 比较暴露年龄的歌 你听了一百多遍的腾王歌 谢谢 那下次应该 跟大家一起 弄一个 就是聚会 然后听其他的人 来唱唱我唱过的歌 是不是 这样会不错 现在已经一点四十了 还有大概五分钟 我就要 其实不到五分钟 因为我们要开过去 还得要一点时间 好吧 到一点四十的时候 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2023年能够更加的顺利 因为这也 马上已经是已经是三月份了 你看好快啊 第一季度很快就要过完了 你说是不是有点吓人 是不是有点吓人 真的太快了 每年都在盼着过年 但是一到过年 一过完就发现 哇塞 又三月了 然后又六月了 又下半年了 我来晚了 所以我要补上这个时间 你怎么这么会算啊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我看一看 美甲是什么颜色 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这个指甲 是一个蓝色的 指甲油 好吧 现在已经差不多时间了 要不然的话 一会儿迟到了 我很害怕别人就不让我进去了 然后也谢谢大家 支持我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我的微博 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些 好玩的 粉底是什么 看来大家很喜欢美妆嘛 要不下次就这样吧 下次要再直播呢 我就从一个叫什么 洗脸开始 洗完脸 然后擦什么脸 扁油什么的 用什么护肤的水 然后什么眉笔 然后从粉底 一个一个跟你们看 反正也无所谓 然后就化好一个妆 刚好一个小时 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也挺好的 你觉得呢 好吧 好呀 好吧 还有一分钟 那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我就要去看Cloe的秀 今天的秀我还蛮期待的 看看有些什么新一季的设计 在秋冬 到时候给你们发照片 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这两天就是还会去拍一些杂志 同时也会去采访一些我们自己人在这边的一些发展 跟一些设计师聊聊天 然后别的就没有了 好吧 那期待我们再一次相见 然后还会去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好看的视频 好看的作品给大家 好吗 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直播 然后我要去工作了 因为秀马上就要开始了 嗯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嗯 好挂了